五十五 德国欧洲北 第一天 我发现了中国和欧洲 看球最大的区别 欧洲人都是酒盟子吧 看球喝酒 这是欧洲的文化 比赛可是晚上九点开始 这里每个人都是在下午两点开始喝 下午三点 已经有一个夫妻老人倒下来了 一杯一声的啤酒 给我脸还大 那为什么德国人力气大吗 因为他们总是要连 这样喝啤酒 我是蔡狗 我们来的一个死掉人 昨天已经是德国人的大巴 看 买啤酒的排队有多长 没想到球迷广场还有更长的 这是排队 排这么长 问个德国人 That's all you have to drink today? How many cups for one day? 再问个苏格兰人 所以如果欧洲人中人看句话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没有一个工作点 海信 男人都有海信 这杯欧洲杯 人家的海信 完死了 牧尼黑来了二十万个苏格兰人 然后有准票只有一万人 其他人就在这里 Who you think can drink better and also German How many would you drink a day? Do I know You think you drink better or the Germans? Do you know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also good at drinking? He's Chinese He's Chinese? So he's a good drinker? Yes I'm double squash and Chinese Let's go 听说也认同我的观点 全欧洲人就喜欢在比赛看以前的歌手 我们不常常比较喜欢在比赛后 勇串的歌手 他也被欧洲的球迷文化 深深改造了 我只喜欢喝可乐 嗯 管阁表示 我不懂中国人 但是我对我还是水 这个600毫升 我能喝12天 还有高手 进一个球喝一杯 现在在德国又是自来水 这个可信的六感 我是中美啊 啊 我在看中超吗 刚开始的时候 一位苏格兰人 以四位德国人 还向主场 德国进了仨球 没声了 那月太冷了 只有海星陪着他 辛苦了 做个挖身 真想看电视 终于进球了 苏格兰的看台 都在撒啤酒庆祝 不过 谁赢了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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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